走吧 今天要去哪兒呢 嘿嘿 要來去找野溪溫泉啦 經過這個充滿墮落風情的藍車船後 在這裡 幫你們探路了 你看走這個小條的這一條 小路 很神秘吧 這是它的那個河堤 堤坊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就想說 真的是走這裡嗎 懷疑人生 但是沒錯 就是走這裡 然後穿過這個堤坊之後 會走一小段 小樹叢林 我這一條小路下去 然後再經過一條小樹 然後一條小森 走吧 如果你自己來 你會不會覺得你 這邊真的會有 不知道要怎麼走對不對 相信他 不用怕 因為我已經來過了 我們現在的時間是五點半 所以 大概只能跑到六點吧 九點 好 穿過這個叢林了吧 然後呢 再穿過這一條 之後呢 前面有一條小橋 再過這條小橋 差不多就知道了 今天是禮拜四 所以 應該沒有很多人 之前好像是沒有這一個小橋的 完全要射水 我也不知道之前的 真的忙得開 吃到這裡有 椰汁溫泉 然後就走這一條小橋 就從這邊走過去 然後就走這一條 上去 這一條的橋 其實不是很遠 我們從停車到 到達目的地大概 而且其中不需要什麼 爬山啊 涉水啊 就很簡單 之前我來的時候是這邊全部都是帳篷 帳篷 欸 他們都在這邊過夜喔 嗯 好 然後呢 看到這個紅板子了沒 我們就要從這個紅板子 從這邊進去 就到了 欸 等一下天天真的找得到回去嗎 可以啦 很簡單 很簡單 快到了 被轉角了 你看前面也有 他們都在搭棚子的嗎 快到了喔 真的 秘境快到了 秘境快到了 有 連我一下 讓大家來看一下 來了 妳們覺得越來越熱了 過來十分了 有沒有 到了 超棒 很棒吧 很棒吧 來吧泡溫泉囉 耶到了 超讚 再來一次 對啊 好啦趕快泡湯囉 在裡面夾溫泉 下面是溫的 對啊 上面是溫的 下面冰冰的 很棒 真的 不覺得很神奇嗎 就是找野心溫泉的感覺 在深山裡面呢 就有一塊這樣子的地方 可以在這邊泡湯喔 啊